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句俗话说 众善根得善果 那么有的人呢 在前几世做了种种的功德跟善事 所以呢 在这一世中享受到种种的福报 但是呢 他们却不知道习福 常常灰金如土 可是遇到有公益团体 或者是慈善活动 请他们捐款的时候呢 却又是一毛不拔 那么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这样的人跟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因果呢 做好事啊 行善了 要吹自愿的 而强迫他做好事啊 他们会 把它当成投资来看 所以 现实的世界 常常有人说 为父者不仁 常常有人说 守财努啊 是一毛不拔 常常有人认为呢 有钱的人呢 是啊 非常自私的 这原因有两种 第一个 他们的财产 以为啊 是他们的智慧 以及他们的努力 和他们的运气啊 得到的 跟人家没有关系 他自己得到的东西 叫做分给人家 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人呢 认为他自己赚的钱呢 也在布施啊 比如说到 酒家 到饭馆 到娱乐场所 汇金如土 他也在叫布施啊 他的给的钱 这是给的对象啊 不是给的穷人 而是他也是广激善缘啊 还有呢 他们认为 他们公司里的 以及呢 跟公司相 跟他们公司相关 事业相关的 许多的人 能够得到生活的 薪水的待遇啊 是由于他们的关系 所以呢 他们也觉得 已经做了好事啊 已经做了不思啊 已经行了善了 之前我看到 有一个公司的老板呢 他有三千多个员工 他跟我讲 他说这个三千多个员工 都是吃我的饭 都是啊 我养他们的 而这三千多个员工 每一个人都有家庭呢 至少有一个人 两个人的家属 你看一看 我养活了一万多人 头两万人了 说这些人 如果没有我的话 都没饭吃的 这些人呢 都是吃的我的饭了 那他的心里边 意思是说这一两万人呢 都是因他才有生活的 他已经做了好事了 他已经呢 给了他们生活费了 而他自己呢 赚到的钱 就是凭他的自己的运气好 凭他自己的能力强 凭他自己的关系好 所以呢 他自己应该啊 自己的钱自己花 如果是自己的钱给人家花 不是傻瓜吗 把自己的钱送给 一个不相干的人 他们是不愿意的 而且他们还有一种理论呢 是穷人 有他穷的原因的 他为什么穷 我为什么没有钱 我原来也是没有钱的 我能够有钱 他们这些人 他们自己不修好啊 自己不努力呢 他们自己要去赚钱呢 能够赚到钱 就能够去跟我一样啊 我要帮了他的忙 我给了他们的钱的话 就害了他们呢 要他们自己去自力更生 我要给他们钱做什么 那么像这种理论呢 偏偏的 外外的理 讲的好像 还很有理的样子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啊 社会上有一些人呢 他是天生的 是需要人照顾的 有些呢 有些呢 是后天的 由于生活环境的转变 或他自己的身心的障碍的发生 以及呢 他们自己的 各种各样的因缘呢 凑合起来啊 使得他们伤色了 自己啊 能够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 像这样子的人 蛮多的 但需要人帮助 另外还有 我们这个社会是互助的 我们现在 如果说办文化的 教育的 宗教的 慈善的 救济的事业啊 使得 我们的社会里面呢 能够使得一些啊 本来是啊 没有这么高品质的人才 而使得他成为高品质的人才 本来呢 没有那么好的啊 环境 来啊 奉献他们自己的才能的 而 因为 你 投注着 对社会的关怀的 这样不实的工作呢 结果呢 他们有了这样的好的环境啊 而 能够 提升他们自己本身的奉献的 机会和奉献的啊 力量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形呢 我们的社会有来有好 还有呢 我们投资的 就是布施的 做好事的 其实实际上啊 还是会回馈的 我们常常啊 看到有一些人 自己本身呢 并不是有那么多钱 但是法院布施以后啊 诶 捐出去的钱 又回来了 还有呢 还有呢 还要多出来了 像这样子的 因果的关系呢 很多人是没有看到的 另外还有一点 现在的人有钱 所以 运气这个话是什么来的 运气是过去种的佛 过去世啊 记得人的缘 过去世啊 做了大的布施 所以这一次呢 能够啊 回收了 如果我们这一生呢 已经有了钱 有了力量 而不去布施 不去做啊 慈善的文化的教育的 社会的公益事益的话 下一生啊 变成了一个 无价苦归的人 也可能就变成了 需要人来救济的人 需要人来帮助的人 需要人来可怜的人 因为自己的福报 已经想完了 已经用完了 因此我们需要啊 有钱的时候 需要需福 需要积福 没有钱的时候 需要种福 需要培福 再多次要鼓励我们大家 能够啊 多做布施 多做奉献 阿弥陀佛